危機就是這樣看的 華為有些人 我也有在Facebook跟大家討論 有部分網友認為 華為根本任正非說話是不準確的 任正非根本沒有能力去說話 我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任正非其實是更加 有人說是軍科背景 有人說他跟政府很親 甚至搜尋任正非的名字 你看到他跟習近平拍的照片都很多 在不同場合拍的照片都很多 你可以看到任正非其實很掌握 中國大陸的財政狀況 很掌握中國大陸跟著的一個財政政策的趨勢 因為它是基本上在漩渦或者核心裡面的 就是說當任正非都說向華為說 第一就是現在未來的三年 世界經濟可能會將它出現衰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企業是要求生存 多過求擴張 第三個企業要追求盈利和資金流 如果不是就可能因為資金流斷裂 而企業不能回不了身 這幾個說法都正正可能顯示著 任正非其實看得很清楚 究竟現在中國大陸的財政狀況 包括就是銀根的問題 好了也都可以預視到一點的 就是國內似乎沒有一個態度 沒有一個方向是用放寬銀根去印銀子 去拘捕經濟 沒有打算這樣做 現在就是說它陪研判的世界會出現經濟衰退 可能因為俄羅斯和瓜蘭之間的仗打仗 而導致歐洲的能源危機 而導致可能歐洲的經濟增長 或者歐洲的需求疲弱 而美國可能也出現經濟放緩的情況 這兩個情況可能就是經濟衰退 而他們任正非的研判 就算不是真的也好也有警惕 當中最特別就是連資金流都覺得有問題 就是說中國大陸就不會再有銀子 或者不會大規模有銀子 就是說如果祈求用銀子方法去放寬銀根 似乎做不到 就是說企業現在要求方法去找足夠的金錢去生存 這一個反而是難上加難的事情 這一個要警惕的 就是說如果它萬一說中的話 這件事這些因素都會在香港出現的 現在事實上香港是真的出現了資金短缺 很多公司是沒有資金的 租金沒得交 糧沒得出 又或者甚至乎是面對著生意的營業額 是沒有得保障 沒有得上升的 這一個都是我想不能夠不聽任正非說 某程度上可以作為我們一個警惕 所以我說任正非其實呢 它整體看了很多因素 包括疫情抗疫政策上面放寬 抗疫政策可能對某些生產機率進行打擊 現在電力不足夠 那國內又干項 加上就是北半球干項 不是只是國內 北半球干項和北半球比較嚴熱 導致到就是用電量暴升 用電量暴升導致甚至企業越讓路 這一個都可以見到總體來說 國內可能出現過經濟增長都會受到一定的制約 我想華為呢 大家可能看事物呢 不要只看表面 又覺得華為手機呢 現在倒了 真的倒了 以前就紅霸了 甚至超越了蘋果 成為世界第一個第一大的手機供應商 但現在是大幅倒退的了 甚至它不再做手機了 但是它改了做新能源汽車 大家其實呢 看一家企業的規模呢 要看營業壓 還有看營業能力 還有看它的膨脹方法 現在華為呢 是講了很多門生意的 當然了 在5G方面 在手機方面呢 它受到一定的制約的 但是中國大陸裡面 或者很多中國援助國家 華為仍然是一個設備主要供應商來的 就是說呢 它5G的建設上面呢 它仍然是在增長著的 就不要覺得它現在受到很大的衝擊 令到它的生意沒得做 它其實正在增長著 不過問題呢 就是沒有預期這麼高的增長而已 而電話呢 就是手機業務呢 已經沒得做了 反而它就去了做營業汽車 你看到華為現在的turnover 是沒有跌反升的 是不跌反升的 那盈利也不弱的 就是說呢 大家在看它的時候呢 不可以只是覺得看到 美國和歐洲可能對於華為 使用華為的一個5G建設的一些配件 是有所壓制的 就華為一定會死 又或者現在手機失敗了 那會不會華為等於沒有turnover 其實不是的 華為在其他幾個方面 都仍然有多高的增長 那共同富裕呢 就是有少少聽了 那就是演繹呢 演繹呢 會不會在二十大座演繹呢 那對於任正非的說話呢 其實它一點呢 它都有indicate的 那它就說呢 企業會面對呢 就是經濟呢 都會收縮的 或者經濟衰退了 那就是盈利呢 要追求盈利 以及追求資金流 而且呢 就不要再規模化了 某程度上呢 任正非的說話呢 是對於中國的雙循環呢 內循環尤其是呢 是不是太過呢 就是投一個呢 就是信心的一票 那為什麼呢 如果它覺得 國內的內循環可以定得住的 華為絕對可以在一個產品研發上呢 針對國內市場 只是做國內 就是糖水滾糖魚 但是華為發覺是不行的 那就算呢 就是它做盡都好呢 都不會保護到那個企業的發展 那所以呢 它先講這番說話 而講這番說話 underlying呢 就是覺得雙循環呢 是未必真的達到預期的效果 那就是說國內呢 其實呢 在一個經濟發展方面呢 就沒有了一個大的板斧 那之前覺得呢 就是你外面有外面的事 你搞我有理解你的事 我就自己雙循環 內循環呢 希望呢 可以谷高經濟 那但是現在看來呢 這件事在華為的講法呢 就是在任正非的口中呢 都得不到證實的 電動車是新發展業務來的 不是邊緣業務來的 是它重點的項目來的 那反而手機呢 可能華為已經覺得是邊緣業務了 那對於華為來說呢 就是邊緣業務很明顯就是 它用的投放資金比較多 回報相對低 而且風險高 那這個就是邊緣業務了 那邊緣業務呢 就適應到華為任正非所說的 就是說現在要不要追求 一個規模上面的發展 是反而要追求盈利 和追緊資金流 那就是說呢 紅親沒有盈利的 盈利低的 投入大的 資金流呢 是個要求很高的 就是說呢 要很多資金去營運的 但是呢 有風險收不到錢 或者呢 就沒有足夠的回報的 那這些呢 都是任正非口中呢 一些邊緣業務 也都可以想像呢 手機業務啦 又或者華為開發自己 海獅芯片的那個業務啦 那可能全部都會受到一定的壓制 那甚至可能離職潮 華為手機不是因為是芯片問題 華為手機是因為受到制裁問題 而導致那手機沒有辦法再出口 而導致呢 華為呢 只是如果賣國內市場呢 如果大家知道 國內市場的華為比國外市場便宜 就在國外更加沒有了 那就是說顯示一點 華為呢 可以這麼說 基本上在手機業務方面呢 不是因為芯片不夠 不是那個問題 而是呢 根本就是沒有了市場 那中大的社會說呢 港台的公眾力 公信力呢 是低了 或者大跌了 這個是觀感問題 因為港台呢 就是取消了 香港很多喜歡的節目 亨槍集呢 例如 那也都是在播放的節目裡面呢 是完全吸引不了香港人的眼球 那這個可以顯示一點 就是港台呢 現在在香港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呢 是大打折扣的了 那所以因爲這樣而導致呢 港台的所有範疇呢 都不會有好的成績 包括公信力在內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那應該會和 People知為 也得來自地的空信 就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有些人的心目中 有些鬼字